嗨,大家好,我是那个长得不帅,但走得很快的旅行者,人什么远 这一期啊,咱们就去辽城的辽古庙去看一看 据说那里存在的五地之一的专须墓 那么咱们出发 从文宝贝往北走啊,就是咱看到的这一片 树非常多啊,地面基本上是没东西了 就这里光秃秃的一个亭子,上面有一颗井 叫圣垂井啊,这个地方啊,原来有一个大台子 就是鲁中莲社书旧辽城的那个台子啊 关于鲁中莲啊,这一期咱就不说了 改期咱们去持平望鲁店鲁中莲的家乡 再去仔细品一品鲁中莲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啊,都是辽城故城的所在地 原来辽城的故城啊,就在这儿 从春秋时期一直持续到北位,都在这儿 并不是现在的辽城故城区啊 那个是后来迁过去的 这里才是辽城的故城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口井和这个亭子啊,都是后来修的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柱子啊,就是盘龙柱 头朝上的这个,就是生龙 头朝下的,就是降龙啊 就是这么一个形式啊 其实早在15年啊,辽城市就说把这个辽古庙给开发一下 这都20年了 到现在这个没有逗年啊,全是光秃秃的一片 也可能是资金方面啊,有点紧张啊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咱们接着看啊 这里啊,那个小的啊,应该就是专须墓,这也没有个标识盘啥的 什么都没有啊 咱们看了刚才背后的专须墓啊 这个专须墓啊,在大明义统治第24卷明确的表示就在辽城 就在这个地方 但是这里有两个土丘 我也分不出来啊,也没有标识盘 专须就是轩原皇帝的孙子 也是三皇五帝的五帝之一 他的父亲啊,叫昌义 因为才德比较低下,不能继承王位 所以说就给发配到弱水去了 弱水啊,就是现在的亚龙江附近 昌义被封于此之后啊,就与当地的女子昌普就生下了专须 专须虽然说生在了弱水 但他长期生活在 穷丧,穷丧就是现在的 江苏省树阳县的丧须镇那一带啊 在那干啥呢 就在那辅佐绍号 后来啊,专须就称帝了 然后他就迁都于商丘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 后来又居于哪呢 居于地球 地球就是现在的河南浦阳 这也是专须的这么一个生活轨迹吧 前面就是咱刚才那个小鹿啊 这里我站的这个地方 比那个小鹿得高出了得有一两米吧 这属于一个高台 应该这个地方就是遗址啊 这周边就是树啊 什么都没有啊 既然提到了专须啊 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关于专须的小故事啊 专须据说统治的范围非常大 只要阳光能照到的地方都归专须统治 这样林子大了 就什么鸟都有了 像贡公这种叛军就开始出现了 贡公就纠集这些所有的叛军 准备攻打专须的都城了 专须不慌不忙 点燃了72座风火台 然后援兵就到了 从地打到天 从天打到地 这时候啊 贡公实力就不足了 贡公一看打不过了 带着剩余部队就跑了 然后跑到一个地方 被一座山给拦住了 过不去了 这个山叫布州山 这是专须用来撑起西天的一根柱子 这时啊 贡公身边还有13计 最后发了一次坏 把布州山直接给撞倒了 因为他本来是撑着西天来着 这样一倒这边就低了 本来被绑在北边的星辰月亮 然后就往西边划过去了 这也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星辰日月的轨迹啊 这也是一个小故事啊 大家听听就行了 这个辽谷庙啊 不管是你在导航上导辽谷庙 导辽城故城 专须墓都没有啊 它在什么位置呢 直接导森里村 然后就可以到这个位置 咱们面前这个道路啊 就是往森里村走的路 咱现在在森里村的东面 前面的这个河啊 就是西心河 咱的车就停在这了 大家看到前面有个小牌牌 伏羲神农与皇帝是三皇 说完了三皇啊 咱再说一说五帝 五帝也是各个记载的不一样 吕氏春秋中 皇帝延帝 少号太号专须为五帝 然后到了大代理记的时候啊 又变了 又变成了皇帝 专须 帝库 姚 顺 为五帝 然后再到了资质通鉴 外记中啊 又变了 变成了皇帝 少号 专须 帝库 姚 为五帝 具体是哪个 咱就别去追究了 只要知道专须都在五帝之中 就行了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边是普通的道路 往这转啊 这里有个口啊 这应该原来也是个桥来着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路基高了非常多啊 这就是辽谷庙的遗址啊 好了 辽谷庙专须墓的具体地址 分享给大家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哥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们下期见 拜拜